剛剛的這個地方,配合剛剛Rho,Rho-1,然後打勾之後,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當然,你向下填滿的時候,還要再把那個B2到B10的列號 其實一般是鎖那個列的部分,把它按一個F4,按兩下就可以了 鎖列就可以了,不要鎖藍,因為藍我們等一下向下填滿,不是向右填滿 打勾,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,你會發現,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工資的部分由大到小排序 所以這裡你可以配合什麼Ludge,配合Rho,兩個搭配起來,其實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其實就直接可以排序了,那small的話當然也是一樣,如果你要由小排到大的話 那一樣利用那個,最近使用過有個small,small的函數 也是一樣在那個統計裡面,統計裡面的那個small 那這個small函數的話呢,一樣,如果我今天呢,希望幫我一個範圍 幫我做什麼排序,那我當然也是一樣Rho,由小,幫我排到大,我把它-1 那範圍一樣,把這個範圍按F4,我的習慣是按兩下,因為我們等一下只會向下填滿,不會向右填滿 所以,只要鎖列,按確定,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,就由大到,由小到大,由大到小,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題主要就是利用那個sumif,再多增加了解一個所謂的large跟small 一個是小於等於small,一個是小於等於small,後面的,前面的,然後再利用那個large 配合那個Rho函數,可以幫我排出哪一個最大到最小,OK 這裡的話呢,請各位試一下,有關那個009這一題 那待會的話呢,我們講這個大概sumif的應用大概就先到這裡 那待會的話呢,請各位再切回到這個函數裡面的cons,cons的部分 cons的函數其實用到的機率還蠻高的,尤其是要算那個,一些數量的統計 像後面我們有幾題,包含就是那個,像數學函數裡面還有一個什麼黑名單的篩選 樂透彩的中獎機率 那這些其實利用那個count的相關函數,就可以幫我把它做出來 好的,請各位先試一下,把剛剛這個